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就是他的剧里就是一个比较异想天开 然后比较有想法有思想的一个人 然后一开始的天马行空到后面的对我的无微不至 你这个成语是昨天刚选的那么多成语 对那个就是去科普了一下 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浓若冰霜到最后的春暖花开 这好像吧 因为你平时哪里会说这些话 我觉得很有文化的一个人 那个你那个叫什么楚 楚修明是一个 楚修明是一个将军的角色 然后呢他就是比较冰冷 但是跟神领在一起之后又变成了 一个妻子向日葵 就是对老婆很好 很新吧这个词 妻子向日葵 你最难回答了 您先您先您先 呃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 你说吧 啊 你先吗 我先 最深刻对方最深刻的 啊可不 哇 要夸呢还是要什么呢 哈哈哈哈 就是嗯 就是汤老师平时就是演技特别好 在片场带动大家的情绪 然后也是 平时在那个私下也非常的活泼 然后跟大家唱唱的 特别好 对对对他也特别好 就知道 成果 我 算我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汤敏跟神颈都是 活的比较 都是两个字 哈哈哈哈 ですね 都是女孩 都是女孩 好生相 都长得也差不多 然后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说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神景会比汤敏更勇敢一点 就是他更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更大胆一点 汤敏就是神景 这个角色就是为了汤老师而生的 对不对 汤敏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景该做的 对汤敏的所有表情都是神景该拥有 他赋予了这个神物的生命 神景 你能说有什么进祖前的准备什么 其实之前觉得自己太瘦了 然后想将军应该是高大魁梧的 然后我就 多吃 不是多吃 就是去健身房有去练 想把自己练得稍微强一点 然后 发现到了拍戏 那个 拍戏的那个片场那边 然后拍了两天戏以后 发现练得全部都瘦回去 对 因为太热 太热 太热 对我吃特别多 然后一直瘦 触碰 好 漂亮 到不必 被神景的我觉得是 善良吧 善良勇敢 哪里善良 哪里勇敢 也就是 就是你的那种无畏的精神 就是那种不服就干的精神 你真能瞎说 你真能瞎说 我喜欢长到漂亮的女孩子 人家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喜欢 了解嘛 我觉得你不要对一个 一个事情有特别具象化的期待 对 因为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一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我心目中的女孩子 就是 让我有保护欲一点的 朋友 朋友弟弟那样的 豪爽耿直一点 第一看的理由就是 很好看 对 主要是吴老师很帅 那个 我觉得 这是我们都特别期待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也特别的 用心去 演绎好这个角色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有很多进步 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这个你会觉得成长一些 对我觉得有很多成长 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的成长 对 就是挺冷的 你这回答也挺冷的 冬天就是想着雪嘛 对 大雪纷飞漫漫长雨 我的天哪 那个就是我 所以看了很多 想到了 想到了秋裤 想到了秋裤 虽然我不穿 哎 那就要听老吴哥哥说一下了 护肤小云圆 护肤达人 也是我们组里的护肤达人 我是护肤达人 你跟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用肥皂洗脸 然后 是怎么 肥皂洗脸 用雕牌 那个雕牌洗脸 这特别棒 不是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说出来 大家也不会信 反正就 我是听说是那个 早上起来 脸上分泌的油脂是特别 痒皮肤的 所以说早上起来以后不要用什么洗面奶 就用清水洗就好了 就用清水洗就好了 然后晚上呢 我平时洗面奶也是 其实做了艺人也开始才用的 我以前 都是用 你以前不是拍大片的吗 拍大片的时候不用 以前用香皂洗脸 香皂 那先洗身上 再洗脸还是先洗脸再洗身上 肯定先洗脸自己身上 你要先洗身上 然后再洗完脸再冲下去 你不是实际上又烦了 可是身上跟脸一起吗 一块钱 对啊 就是哈一搓 哈一搓就好了 来来来 汤老师 不是不不 汤老师 一天敷四十多张面膜 你特别厉害 那个 一张面膜敷一小时 就是他 就是他在拍戏的时候 他什么 什么护肤都不做嘛 然后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 我说老吴你有面膜吗 要不我给你送一张面膜吧 因为我实在是干不下去 他觉得我买不起面膜 他太不喜欢护肤 我觉得护肤最重要就是睡眠很重要 我觉得 就是多睡觉 对啊 谁也擦第一刀 你来 不cape 啊啊啊啊啊啊呢 我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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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apoy 平和他 你不是说食物擦碗吗 你不是说食物擦碗吗 那个 我 你要不替我吧 你要不唱个野狼弟子 嗯 你求你了 求你了 拜求你了 你叫巴王 求你了 唱一个野狼弟子 你唱吧 你唱吧 你唱一个我听 嗯 嗯 怎么唱这 哪儿老唱 心里的话 我想要带你回家 在那深夜酒吧 要管她是真是假 哦 轻轻摇摆 忘记中意的她 你是最迷人的 你知道吗 哇 好听好听 带你了带你了 你左边画个龙 你边画彩虹 好啦 谢谢